虽然是海边的县城,但相距海边较远的农村级市场,淡水鱼还是占据了很大的市场,毕竟海产品像这么鲜活着卖得很少。 城西镇大级的淡水鱼市场还是很大的,各个鱼摊钱,都有这么多人在围着漂鱼,大白莲和花莲依然是农村级市场的主打鱼,大白莲鱼是块钱三斤,大花莲卖到六块钱一斤。 刀壳鱼,就是鲫鱼,据说是补钙佳品,而且坐月子的产妇和鲫鱼汤可以增加来吃,所以,这鱼卖得还挺贵的,八块钱一斤,反倒是这家卖野生鲫鱼的,老板说鱼有点小,卖三块钱一斤,不影响做汤,而且现在天冷了,可以坐鱼冻吃,这价格太实惠了。 老板卖的小泥鱼,说是他儿子抓来的,配摊子卖,十四一斤,看我们没反应,自己主动降价,最后说九块钱也可以卖。 可是因为不会坐,我们也只好遗憾地离开了,野生黑鱼卖十四元一斤,价格似乎还算公道,就不知道是不是纯野生的。 盆里的大年鱼十块钱一斤,老板信誓旦旦说是野生的。 这盆里好多钢针鱼,这是今天淡水鱼市场上最贵的鱼了,卖十六块钱一斤,被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捞走了好多。 这盆里还有一大、一小、两只老鞭,老板要价四十元一斤,小鞭不知道算便宜还是算贵的。 这些野生鱼卖七块钱一斤,老板说是纯野生的,就是有点小,同事说不如放回去再尝尝,这么小吃了太可惜了。